今天是1月31日,星期二是一月牆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股市開始有少少反覆,而且昨天日中恆指曾經一度跌10天平均移動線 待會再做分析先低低的指數 昨天早時恆指先低109點,去到22579點 曾經有少少後抽,是見過22623點,但沒有法子再推進 因為買盤真的不足,其實一路說了 市企在高台上,動力一直都不配合,升勢始終都會受到虧限 結果零零碎碎的股額深染情擁現,股市就向下轉軒 之後股額越來越明顯,直到下午指數 bientôt緩 medida 相對上星期五,這刻指數跌了696點 事實上,距離10均平均移動線相差幾十點 末段有少許轉定,恆指最後收在22,069點 跌了619點,成交金額放大了2032億 但不要忘記是跌時成交放大 即是相對的沽額是比較重的 事實上,整個浪升了這麼多 稍為有些明顯的回調和消化,亦是很正常 剛才我提到,指數日中曾經跌近10均平均移動線 需要留意,10天線現在大約在21,928點左右 相對指數現在收在22,069點 暫時還有百多點的距離 一路說,10天線一跌穿了是不是很大 不是,但只不過,恆指現在這刻 是走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 如果形態不變,在技術上 形態上仍然處於一個玉市頂或者逐沉頂的格局 但當市在高台反覆從而輕輕觸及 或者跌出10天平均移動線 即是大市已經失去了不斷向上找高位的形態 加上那一刻,如果沽額稍微比較明顯 這個大家要留意 因為整個市的起步點 是由去年10月31日的低位14,597 去到今個月27日的高位22,78點 十二個星期的時間 恆生指導升了8,103點 老實說,它可以升多些 但你始終都要消化,都要調整 問題就是,什麼時候消化,什麼時候調整 大家不知道 不過我有一點,在過去兩星期 我都一直說出 大市在高台的動力不配合 成交金額不配合 有一點點像是剛升的感覺 始終來講,一天是這樣的,兩天是這樣的 你不可能每天都是這樣的 卻之,令到一些趁高回吐的股額 是會慢慢慢慢的湧現 從而大市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調整 到底調整多少呢 暫時先看10天線 如果一旦有失,下一個防守性距點 就要退守到20天的平均移動線 20天線現在大概在21,292點左右 換句話來說 如果一刻看到有些股價下跌深了 搏下反彈的話 其實不要說一定不行 但是一定要扣緊安全帶 我舉個例子 好像480,10,410幾 追入騰訊 你當然要看483,484 但不要緊 一旦跌穿了400元 那些收貨你就要指示 換句話來說 以大概幾個百分之風險 來做一些短線的操作 那這個問題就是英國人大 當然不知不要重手 但是中線的部署 我想暫時等等 大市都是昨天第一天出現一個 技術上的反覆 今天情況是怎樣 暫時都不知道 不過美股昨晚就出現了明顯的反覆 不知道對港股會不會有多少影響 如果指數側彈足球 是一截穿10均平均移動線的話 就亮起了調整的警號 這個大家要留意 好了 早事分析就說到這裡